這是一個簡單的開始 我們開始要教大家畫圖 那畫圖這件事是不是很重要呢 如果你之後要寫網頁 你想要寫網頁給別人看 那能夠用畫圖的一定比 用表格數據呈現的 會來的更吸引的 這個是當然的 所以我們要學習如何畫圖 那我們先從一些簡單的統計圖表開始 然後最後你會發現其實你可以畫任何東西 好那我們先下載本週的範例資料 那本週的範例資料啊 這個我們先把它讀進來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好你會看到這邊有一些 這個什麼EGF啊 這是聖功能啊 這是一個模擬資料 反正就是等一下 你要知道這是一個連續變相 然後這是一個類別變相 這是一個三個類別的變相 他的名字大概 我想不會太難了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到底要想要來做什麼 好我們在這一節課以前 在我們教套件以前啊 我們學會的函數不超過20個 然後教了套件以後 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小函數 我們現在必須記起來 那現在畫圖啊 你要記更多函數了 好不過這個函數的名字啊 就是我自己是覺得不用特別記啦 你只要記得說有這個功能就好了 那等到你需要的時候啊 比如說你現在想畫質方圖 你如果說記得 第九課我是教這個畫圖 你就來第九課這裡找就好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跟大家講就是 前面那20個程式嘛 這20個函數 我會希望大家背起來 或者很了解 但是因為這個 你如果要做這個 就是你要做一些組合什麼的 你如果不了解它 你是沒有辦法做的 可是現在開始我們教的函數 都是那些功能型的函數 就是用完這個以後 它跟下一個沒有什麼好組合的 那這些函數我就不建議大家背了 我就是建議大家記住 就是這在第九課 我教繪圖 你就回來繪圖這邊看 那個第十課我可能教什麼 網路網頁爬蟲 你就知道那個東西在那裡 你就過去看就好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在hist裡面 我們放的是data裡面的gfr 所以這是一串 向量 這是一串數值向量 我們用hist這個函數 我們可以把 histogram畫出來 histogram就是直方圖的意思 直方圖就長這樣 好那如果你想畫何須圖的話 你可以用boxplot 這兩圖是for連續變相的圖 如果你要for類別變相的圖的話 你可以用pi跟table的組合 首先你要知道education 它是一個012 一個類別變相 真的很明顯 然後你可以用table這個函數 把它變成一個summary table 0的有幾個 1的有幾個 2的有幾個 接著你可以用pi這個函數 把它畫起來 這樣就可以產生一個圓柄圖 好接著 barplot 你就是把pi換barplot而已 它就變成長條圖 長條圖跟直方圖不太一樣喔 這邊有一些空格 這個空格主要是想跟你講說 這是不同的東西啊 按直方圖是連續的 好你看一瞬間我們教了大家四個函數啊 好我們現在要教更多 你看這邊有一個什麼par函數啊 對不對 好等一下還有這個什麼pdf函數啊 dvoff函數啊 你看我們一個小節就要教大家十個函數了 所以記不起來的啊 不要想去記它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par這個函數在做什麼 par這個函數啊 是等一下我想要把圖啊 把它分 就是我的畫布 你現在要把右手邊想成是你的畫布 你的畫布現在每次我打histogram 它是不是就出來一張圖 對不對 我現在想要把它分割成2x2 或者你也可以分割成2x3 或者是5x4之類的 那我要怎麼分割勒 我首先需要打這個函數 這樣的意思就是分割成2x2 我現在按下run以後 你有沒有注意 沒有任何改變對不對 因為你現在改變的是畫布 你沒有改原來的圖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然後我們來現在看 現在我在做 histogram 欸你看是不是在左上角就出來了 當然它是有一個順序的啦 可是你 反正你就把不同圖的順序語法 換在不一樣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希望 直方圖出現在這裡 那你就最後再打直方圖的指令 這樣就好了 好這邊還有一個重點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下一個參數叫colors and red colors and red colors and red 對吧 好那問題是 阿里圓圓裡面有多少種顏色咧 很多 我來跟你講 這邊有一個叫colors in r 你可以點開來看 你這邊 可以找一下自己喜歡的顏色 好這邊顏色實在太多了 好不好 我現在覺得這個顏色 我們現在來選一個顏色好了 我覺得這個顏色看起來蠻炫的 好我們就用它好了 好我再重新清空再執行一次啊 欸是不是 這個顏色是不是上去了 好所以顏色很多啊 你可以在這裡 查色嘛 就是 查這個 就是你看上了你喜歡的顏色 然後你把它用上去 這樣好不好 這些有名字的顏色齁 通常都是人家認為不錯的啦 這樣懂我意思齁 好然後接著 來接著我們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 我們依序打下去 你應該可以想像啦 就第二行我執行完了之後 欸它是不是就出現了 好在第三行執行完 欸第三行 你看喔 這個顏色因為有三個顏色嘛 所以我可以指定三個 這樣可以齁 好 好這樣你就畫完 你就可以在一張畫布裡面 放下四張圖了 好當然這圖齁 還有很多值得改進的地方 假如這裡有點醜 對不對 Histogram of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這個其實就是 這個圖其實太粗糙了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改 等一下我們會教大家怎麼改 我們先教大家一個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 現在這張圖你要怎麼輸出啊 又有件另存圖片嗎 好可以這樣子啦 可以這樣子 或者是 這邊有喊這個 ROM ROM這個你可以去調它的大小 好這個 這個都很好 或是Export 這個都可以啦 這些都可以用 可是我要教大家一個更好的方式 就是啊 你可以先在這裡打 PDF 注意喔 注意我的程式都怎麼打的喔 我通常都是由內往外寫喔 就是 你在學寫程式的時候 第一步要學的就是這個邏輯 程式碼是由內往外寫的 什麼叫由內往外 來你看喔 我現在這裡有一串函數叫PDF 跟DEVOFF 我跟大家講這兩函數的功能是什麼 好我現在 呃 因為我之前有三奧客 我現在把這個 plot 欸這個 好我現在打下 我現在 按下這張程式碼之後 欸 欸奇怪 應該會出現 出現那個檔案啊 我找一下 呃 怎麼會找不到咧 好我現在 欸 欸 為什麼會找不到plot1這個函數 為什麼會找不到plot1呢 好不然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去掉好了 delete 我現在 喔等一下等一下 我弄錯地方了 等一下等一下 再來再來 呃 呃 在這裡 好我現在 我現在把 我現在把這個plot1清掉 好我現在打這一行的時候 大家看一下喔 打這一行的時候 你在這裡是不是出現了一個plot 您剛剛有注意到吧 好我告訴你這一行程式的意思 這一行程式的意思 請幫我打開個PDF文件 然後 height是發 wait 這個88英寸的意思 好至於 至於多少齁 這個英寸我們 不是我們熟悉的單位 反正你可以自己調啦 你的主要是長寬筆啊 什麼的 好 然後family的意思是 指定我的字體 這個 這個意思是那個 time new rumors 那個字體 好然後 dboff 是把這個pdf關掉 我現在把這個pdf關掉 關掉以後 你看它本來是0kb喔 它現在是不是出現了3.5kb 我們現在點進去是沒有意義的啦 什麼東西都不會有 因為你根本沒有 你就是 你只是打開一個pdf 然後裡面 又不放任何東西對不對 好你現在打開pdf之後 然後把這些畫圖的程式碼 夾在中間 這個意思就是 我現在打開了一個pdf 然後我在裡面畫圖 我把pdf當畫布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我現在重新再執行一下這幾行 你發現這個pdf是不是有6.6kb 對吧 好 請你把它打開 欸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剛剛那個圖了 我告訴你阿 用pdf儲存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你的解析度阿 你看這個解析度 這解析度是不會降的 為什麼 為什麼不會降 因為這是向量圖 向量圖的意思就是阿 這個圖阿 它儲存格式阿 其實是 它儲存的格式是說哪裡到哪裡畫什麼 就是它把那個程式碼存存起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它不是儲存那個像素喔 這是向量圖 好的 所以現在你知道了 欸這樣你可以 你可以畫圖可以存圖了 好 這樣應該蠻簡單的吧 那我們現在來 試著做一件事情阿 就是你現在應該覺得這個醜 這個圖很醜阿 你看一下 這圖這個 你看這個圖是不是 這個很醜 這個也很醜阿 對不對 我想要把它改掉 好 你現在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現在阿 希望你可以完成這張圖 這張圖是什麼勒 這個 這張圖很明顯是box plot 很明顯是box plot 可是跟我們剛剛畫的box plot 比起來 有一些變化 什麼變化勒 本來我是只有 我本來只有一個嘛 對不對 現在阿 它好像有兩個阿 而且來分 跟Desease0跟Desease1 Desease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確實是有個Desease對吧 然後這裡也有個EGFR 所以我希望你畫的這個圖阿 是 由Desease等於0跟Desease等於1的EGFR的box plot 然後上面要把字改掉 那你要怎麼做 你現在完全沒有方向嘛 對不對 完全沒有方向很簡單 請你試著打help 然後box plot 好我先教大家這個要怎麼看阿 你現在直接看的話你不可能看得懂阿 好不好 我教大家一件事情 請你下去到example 這裡是不是有很多程式嗎 對不對 欸 你可以複製一下阿 欸 你會不會覺得比較像我們剛剛的圖阿 有點像對不對 我們再複製一下 欸help這裡 欸 這個好像跟我們剛剛的沒什麼關係對不對 再來 欸 看起來是改顏色對吧 再來 再往下 好我這邊 我這邊隨便複製一些語法啦 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自己用 喔你看上 還會加一些奇怪怪的東西對不對 好你有沒有看到這個上面這些字都出來囉 好所以我希望你做什麼事情 就是 你現在已經知道囉 就是如果想要畫好看的圖 我絕對是記不起來那個圖到底要怎麼樣去 就是 我們現在絕對就是先模仿開始 先超變成程式開始對不對 上個禮拜 我們的最後是不是教大家超程式了 好所以現在希望你做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 請你試著 去執行這些語法 就看example就好了 試著模仿 然後模仿出這張圖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嘗試一下好不好 給大家15分鐘的時間嘗試一下這件事 我先教大家 怎麼去進行這件事情 就是 我現在發現大家就是在沒有指導的狀況下 比較沒有方向 好就是你剛剛已經知道說 我們需要抄旁邊的程式碼對不對 然後發現幾乎所有人 都直接去改那一行最接近的 這樣無助於理解 就是你這樣直接只是試出來而已 所以我們也必須先從第一行來看 好你第一行畫出這個了以後 欸你 當然就是 你要怎麼去拆解這段程式嘛 你仔細看了一下這個boxpad裡面輸入的參數 因為你已經知道用豆點去分隔參數對吧 所以這邊總共有三個參數對不對 第一個是這個 第二個 第二個是這個 第三個是這個 對不對 好 這個color我們直接跳過了嘛對不對 color我們已經知道什麼東西了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裡面有個data是這個東西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對不對 可是你是不是看得出來它是一個物件 這是一個物件喔 因為它沒有引號對吧 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其實你可以去把它print出來 你把它print出來之後你發現了一件什麼事 欸 它裡面有一個 它裡面是不是有兩個variable 這兩個variable是不是就在這裡啊 你看了一下發現這是連續變相 這是類別變相對吧 所以是不是 如果只看這行的話 你會不會改 你是不是比較好改 怎麼改勒 現在你的data 也是長這個樣子啊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 這個改到這裡來 然後data 它的 這個 類別變相好像是放在後面對不對 連續變相好像是放在前面的 這樣你是不是出來一個地圖了 好 接著當然啦 你還需要再下其他參數 我們先 再讓你繼續好不好 我剛剛看到就是 有很多同學 就是 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狀況 有一些error 那你們不會排除 我一個個跟你們講 首先第一個error是 很多同學在 先執行的這一串程式嘛 就是 這個很正常嘛 因為你們照的貼嘛對不對 好 然後照的貼貼完了以後 好接著 它其實畫面已經被分割成四格了對不對 然後因為有時候你們的電腦比較小 你們電腦比較小 所以你們可能 你們可能 你們可能只願意就是 用這麼大的空間去畫圖啦 那這個時候你們在 run這個的時候 欸 這個時候還出的來 好沒關係 那我來看這個好了 欸它還是出的來嗎 那我再小一點 好它會出現一個error 叫 Figure Margin is too Large 這是什麼意思咧 它的意思是 如果你仔細看這個圖 你會發現 它的這個邊邊 要佔多少空間是固定的 就是 你懂我意思嗎 它會 強迫讓這個東西變小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的圖片在縮小的時候 邊邊佔多少距離是固定的 所以當你小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就會出現這個error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 這個error不容易處理啦 就是你不容易發現 其實你錯在哪裡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是第一個你們容易犯的錯誤 然後還有就是 你現在已經下了這個指令了 如果你想要讓它畫布恢復的話 你需要這樣 你需要這樣下指令嘛 就讓它恢復成這個樣子 那這樣你才能變成一個圖嘛 啊或者說 你可以選擇把它清空 清空就所有的圖形參數都不見了 它第二個 你們常犯的錯誤是 就是 你們現在 有 就是你們現在在這邊貼的時候 這邊是不是有第一行 然後這邊是不是有兩行 我們先給大家貼看 欸 我跟大家講一下 第二行 跟第一行 我現在在清空喔 如果我先打第二行 它會出現error 那我跟大家講 這為什麼 因為其實第一行 跟第二行 它們兩個非常像對不對 差別只在 這裡 多下了兩個參數 然後跟blue blue這不重要嘛 對不對 好我跟大家講 這個add這個參數啊 add這個參數的意思是 你原本已經有一張圖了 我在那張圖上面再疊一個圖 所以你如果直接去改這一行程式嘛 它是沒有辦法walk的 因為它是一個 它並不是產生底圖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必須 你必須 必須 用這一行改 然後改成像我剛剛這個樣子 這樣你可以產生一個底圖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然後最後你要改成 最後這個樣子 它其實只差一點點啊 它差在哪裡咧 首先 這裡要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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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如果你貼夠多行的話 就是你測試得夠完整的話 你就會發現在這裡啦 這裡就有這些information了 其實就是main xlab跟ylab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你仔細注意喔 我告訴你貼程式碼 到底有多大的好處喔 你仔細看上面你會發現 根本沒有這個參數啊 這裡沒有main 也沒有xlab 也沒有ylab喔 這樣懂我意思吧 喔我跟你講 那它藏在哪裡 藏在點點點這裡 不好找 點點點這裡不好找 你要不斷的往下找 這邊還有一堆parameter 然後這裡還 我記得這裡還有個點點點啊 好我現在懶得著了好不好 就是 我跟大家講 畫圖的參數實在是太多了 或者是 R元裡面的函數 有時候它有的參數 多到不可思議啊 所以說 你去看套件說明 這是沒有意義的 你應該先看圖 你說 這一張圖裡面有我喜歡的元素 這幾個東西 所以我就把那幾個元素放進我的圖 就這樣子而已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所以最後 你一定是可以 你一定是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東西畫出來的 好不好這個 你如果最後一定是可以畫成這個樣子的 就是 color blue-red 然後ylab 然後xlab 然後man 然後lwd是線的粗細 好不好 那最後你一定可以畫出這個樣子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吧 我今天的第一節課 第一小節 主要教大家的是 如何 去超程式碼 有沒有注意到 上一節課 的最後 跟這一節課 我都來教大家超程式碼 這件事情 只是 變化的難度 不一樣 好那 所以 這個大家不要害怕 等一下還有可以超程式碼的地方 好不好 好來接下來 接下來 那我們再教大家一個新的函數 叫plot 這個plot一看就知道畫圖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上課教的程式碼 也可以是你們未來去改的原料 你也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我們的程式碼 我們今天要打程式碼 我們一定是用超來的 那跟大家講 在程式碼 這個在打程式的這個 就是程式 語言的這個 coding裡面 這個抄襲不是問題啊 我跟大家講 我幾乎可以跟你保證 沒有程式碼 不是用超的 只是你要把它組合成 你自己想要的 資訊系統的樣子 好不好 整個 整個這個 整個醫院 或者是整個 反正我們看過的資訊系統啊 幾乎沒有哪一個不是超來的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大家都只是在那 95%的抄襲之上 做一點點5%的創新 5%就已經很多了 通常是1% 好 那 這個 所以我們 來看一下這項程式碼 我們按下RUN 注意喔 在我RUN下去之前 我現在都不解釋它的定義囉 之前我都會跟大家解釋 這個程式碼要做什麼 做什麼 對不對 現在在學習新的這些程式碼的時候 我不希望大家去記這個程式碼 這第一個參數放什麼 第二個參數放什麼 這不重要 我們應該直接畫出圖 然後看一下這些圖的每個元素 是不是有我用的到的地方 你看 你看著這個圖 然後再看著這串程式碼 你會 意識到了什麼 假如說 這裡這裡這裡 這個我們用過了嘛 在這三個地方對吧 好 接著就是DBP SBP 所以SBP放在X軸 DBP放在Y軸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這個東西注意喔 我看不懂這個東西的時候我就run 這是一串數字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是一串數字 所以你就是放兩串數字進來 那畫出來的東西是 散佈圖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同樣的第二行程式碼 我不想 我直接貼 複製貼上 欸 這兩張圖差別在哪裡 從空心點變實心點對不對 多了什麼指令 PCH等於19 所以代表19一定是實心點的造型對不對 那我現在改一個 就來說 就來說 呃7 欸 喔這個 原來是這個造型 就是一個正方形 然後中間有個XX 這裡有對照表啦 好不好 你想要用的話可以看對照表 好但是 我想告訴你的事情是 現在 你這樣會發現你的參數記不完 函數記不完 參數也記不完 所以不要去記 應該是 你的記憶方式應該是記住說 喔 哪裡曾經有一個什麼樣的圖 它有我可能想要的元素 然後我去那邊找 所以對於像我的上課講的第9課 這你可能就要記住 你要畫圖的時候 你可以來這邊找靈感 或者我等一下會教你 用Google找靈感 好不好 Google 你去Google人家畫出來的圖 絕對變化性又更多 啊 漂亮 也可能更漂亮 你可能會找到一張你更喜歡的圖 這樣懂我意思齁 好 來接下來 好 你有一些基本的函數啊 你是需要知道的 就來說 你需要知道一個函數的LICE 你要知道 這個圖啊 你現在不管是Plot Histogram啊 等等圖 都是給你一個底圖 筆圖之後 我們常常要加註解 註解是什麼 註解說你想要在這邊加條線 那你就需要一些註解函數 註解函數 註解函數就是像什麼LICE LICE就是花一條線 在既有的圖上面再加一條線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LICE這個函數要怎麼用啊 好 我們現在什麼都不管我們先按一下RUN 這邊有五行程式嘛 那你發現了什麼 欸這邊有一條這樣的線對不對 好 你稍微回頭看一下這個程式嘛 你會發現 它可能就是在12 因為這個X看起來就像X座標嘛對不對 Y看起來就像Y座標 12 49 76 所以它畫出來是這樣的一個折線對不對 好 如果我想要畫出一個這樣的折線 我要怎麼畫 那我可能就是42 然後76 對不對 再畫一次 這樣畫是不是畫出一個這樣的折線 好 它還有一些Parameter 就來說 XLimiter是0到10 YLimiter是0到10 所以說 如果這裡改成0到100 它一定會被壓得很平對不對 很扁 好 可以看得出來嗎 好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說 你現在是不是了解了 這些程式碼1 好當然你可以 我可以跟你講 PlotNew就是開一個新畫布 PlotNew就是畫一個新畫布 這個是先去指定 它到底 它的X跟Y 它的Limiter是多少 然後接著你再去畫Lice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你的點購密 你實質可以畫出圓的 舉例來說 我們可以利用 Sine跟Cosine的組合 然後把圓畫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再來 學會函數Lice以後 Lice顯然是一個很強大的函數 對不對 它可以畫線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在我們的 這一個 圖形上加線 你先看喔 我們先把它Plot畫出來 這是我們的圖對不對 我現在想要加一條 回歸預測線 我想現去回歸你們大家 在高中的時候都有學過 那 即使沒有上過統計的人 你也知道現去回歸 那我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就不要管 現去回歸 阿元裡面要怎麼做了 我們直接把這個Corefinity Non-Pride 反正就是有一個 擷距為22 斜率為0.8的一個線 我們想要畫出來 我們怎麼畫呢 它的最小值是90 最大值是160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從0 0 到 200 我就畫在一個圖形外的線 這樣看起來就像無限延伸的 對吧 所以你看呢 我的X我已經定了 是0跟200 然後Y呢 就是 擷距加上斜率乘以X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 那這樣我們會得到一個X跟Y的組合 這個X一定在這裡 Y是在外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畫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畫出來了 好接著 來Lies XY 然後Color.red LWD.2 這樣是不是就畫上去了 看起來像不像無限延伸像 好 接著我再教大家 除了Lies Lies你會做了吧 對不對 就是 根據你的 你就決定 你的 上面要怎麼畫這個圖 就是你要怎麼樣 把這個Lies 丟到這個圖上面 你應該一定會 接著我再教大家 還有一些函數 假如說 Text Point 跟Langent 還有Polygon 好我們來一樣 來看大家這個 這個函數 好你發現了什麼 ABCD 這一看就知道 10 這是XO 00在這裡 對不對 10 01 -10 0-1 然後分別ABCD 所以它就是一個這樣的組合 對吧 好 再來 Point 你也可以畫出這個點 1234 這PCH12 PCH1234 對不對 這樣可以 Langent Langent比較特別 Langent加註解 第一個註解 它是在 Top Left 就是在左上角 直接在圖形的左上角 Females Females Red Blue Red Blue 然後PCH15 19 Background Gray 90 這樣可以 00的地方 可以加上一些字 Lty Light Type 好 這樣你應該萬文生意可以弄出來 好 Polygon Polygon 就畫 左邊形 一樣給它四個點的座標 它可以把它畫出來 好 那現在你已經了解這些 這四個函數 Text Point Langent Polygon 它都是 圖的 這個 為圖片加料的 這個功能 還有Light Case 現在希望你畫出這張圖 好 這張圖 你要思考一下喔 一樣 我這張圖啊 我先給大家 隨意嘗試 好不好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張圖的意義是什麼 Desease 分成了 Ctrl跟Case Ctrl就是0 Case就是1 那我已經直接告訴你答案了 就是 你要畫平均數 加減 標準差 這邊我是加減標準物 但是你可以加減標準差 標準物就是 標準差除以根號N 根號N就是 Number of Control 跟Number of Case 但是你可以畫長一點沒有關係 你只要把意思畫出來就好 這樣懂我意思喔 但是 33 這個平均數顯然就是33 這平均數顯然就是34.4 對不對 所以 你已經知道你的底圖 顯然是一個長條圖 這是一個長條圖 很明顯 你的底圖是一個長條圖 你需要為Xlab跟Ylab加一些東西 這都是已經學過的 Langin在這裡 然後你需要加一些線上去 然後跟你串字 好 我們先試著把底圖弄出來 好不好 我先給大家五分鐘的時間 大家能進行多少 要進行多少 但顯然要先把底圖弄出來 五分鐘之後 我會先教他底圖怎麼用 好 接著 給你們做 好 我想這個題 這個圖弄要畫出來的第一個難關 就是底圖 那 你已經知道它是長條圖 對不對 可是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你的長條圖是怎麼畫出來的 前面你的長條圖是這樣畫的 對不對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然後 一樣你必須試著去拆解 這裡面的東西 好 你已經知道 它的Input一開始是一個類別變相 對不對 然後接著 它被整理成table 之後 然後才成 然後才變成這張圖 所以這個bar chart畫出來 是502 293 190 對不對 好 所以你應該可以想像 應該想像得出來 你現在要畫的是33.2跟34.4 對吧 那 你如果畫出33.2 33.4 你很容易你可以想到 你可以這個樣子啊 33.2 34.4 然後color 你就隨便用 呃 這個看起來是 比較黑跟比較白對不對 好 那就比較黑跟比較白 那你可以試著把這個東西丟進來啊 欸 這是不是畫出來 好那個顏色不太對 那不重要 好不好 欸這個還是 呃 畫好一點好了 不然那個 不然那個黑線到時候會不明顯 好這樣可以吧 好你看這樣是不是畫出來 好可是 當然就是 還有一些 東西需要改 假如說這個 這個 看起來它要稍微高一點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可以來 accept y limit 等於 這個ylimit啊 這個 這個ylimit我現在才教你的喔 好不好 因為其實在這裡有 其實在這裡有 可是我上次我這邊沒有用到 然後還有plotnews 那個地方也有 對不對 好ylimit 這個 我希望它等於 它本來是0到大概30幾嘛 對不對 我希望改0到50好了 這樣比較 有比較寬的範圍讓我畫圖 這樣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好然後 還有 這個xlab ylab xlab ylab 好 這樣底圖是不是畫好了 這樣底圖已經畫好了喔 好 下一步就是 我需要把線刻上去 對不對 好 我現在 我先叫大家畫一條線 那我先問大家一下 這一條線 這個 這裡的座標是多少 它的y座標是多少 可能三十幾對不對 X座標是多少 你這樣看的出來就厲害了 這邊根本沒有走阿 對不對 那怎麼辦 通常遇到這種事的時候 我會教大家做這件事情 就是 舉例說你先用point 然後你先試一下 舉例說0 30 因為你知道30一定在這裡嘛 對不對 只是你不知道0在哪裡 對不對 然後我們試一下 pch等於19 然後color等於red 這樣 如果畫上去一定會非常明顯 對不對 wrong 找不到 那找不到那就試試看1阿 欸1出現了 1大概在這裡 對不對 好 再試試看2 好2大概在這裡 好所以 這個中間到底是多少勒 你稍微試一下 你應該就可以試出來了 我直接告訴你們答案 0.7 0.7會在這裡 1.9 好注意 這是我試出來的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去把那個 座標位置示出來 好接著 我希望你們繼續把這張圖完成好不好 能完成到多少就多少沒有關係 好這個 這個底圖畫完了以後阿 就是 我們直接看答案阿 你現在看到答案你會覺得就是 基本上很長 對不對 好我想跟大家講是這個 呃 你可能會覺得很麻煩阿 對不對 可是我跟大家講我覺得麻煩是好的 代表你的自由度高阿 你如果說今天真的有個函數喔 他可以自動把這個東西加起來 沒有錯 他真的是有這樣的函數沒有錯 就的確有函數 可以一個函數直接把這樣圖畫出來喔 有這個函數沒有錯 可是你到時候要改的時候就很難改阿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教大家的是一行行把那個線把它抓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你可以看到 這真的就是一行行把它抓出來 這個我是先把 命跟S 這個S是 呃 Standard Error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呃 要除以那個 就是 要除以那個 呃 根號N的那個玩意 好那 這個 我們這樣畫出來以後 你看喔 我現在先把 我現在先把 程式碼一點點貼下來 然後 我帶大家run run完整個程式碼 好你看我現在 打上這行它是1.9 1.9 1.9就在這裡嘛 它畫出的是這一條線 好看到了嗎 它畫出這條線了對不對 然後再畫出 這一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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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它其實 雖然它是很有規律的 不過它真的是 一行一行把它寫出來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然後接著 再給它一個 這樣一條線 然後給它上面說 欸P等於多少 然後 Langin Langin放在這裡 好你把它拉大一點 這個圖就會上去了 好這我就 我就 我就不特別去就是 demo這張圖 到底怎麼畫出來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未來如果 你有一張想畫圖 你希望它漂亮 希望它 就是資訊豐富 對不對 你不需要再用小畫加 一條條線加了 你可以用程式碼幫它加 這樣懂我意思嗎 不然很多人到時候這些線都是用小畫加加出來的 好那我們來看繼續 好我們最後 教大家一個東西叫色彩透明度與函數 什麼意思咧 剛剛我們不是學了很多色 顏色的名字嗎 那些顏色的名字是 你比較容易就是 就是你比較 你覺得好看的顏色了 就是人家覺得好看的顏色 所以就給它名字 好那 實際上啊 如果你這個 實際上如果你這個 就是 你的顏色還可以帶更多樣一點 好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啊 好 這個是 我 把剛剛的這個散步圖 我把剛剛的散步圖再畫出來 但是我6等於2 6的意思就是 點的大小 好現在點的大小很大嘛 對不對 然後 你有沒有注意到 當我畫成 pch等於19的時候 基本上 你看不出來 你看不出來哪邊比較密 這裡其實是超級密 對不對 可是你看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就 太多點就疊在一起了啊 這胡成一團了對不對 所以 理想上我希望每個點的顏色啊 它有個透明度 那對於比較 點比較密集的地方 因為它透明度 它就疊了很多點 它就會比較 顏色比較深 剩下點就疊得比較少 對不對 所以我需要透明度這個玩意 那我直接跟大家 我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透明 色碼是怎麼做的 在R裡面標準的色碼是 這個或這個樣子 這樣或這樣 什麼意思咧 它 緊就是色碼的開頭 它也是註解 可是如果你放在引號裡面 它就是色碼的開頭 告訴大家說 這是個色碼 前面兩個 數字就是 前面兩個是0到F 16進位的 FF就是256 這樣可以啊 然後 00咧 這是255的意思 這25 好吧就是 因為F是15的意思 就1515這樣 它意思是這樣 16進位1515 0到 0到 0到9 然後A就是0 然後F是15 就1515的意思 15乘16 再加上15 256 這樣可以255這樣可以 好 那00呢 就是0啊 00就是0 它意思是 Red Green Blue Red Green Blue 透明度 為什麼是用 Red Green Blue 這是因為你的眼睛啊 好不好 你只有三種試追細胞 所以說 發出來 你能夠感知到的顏色 只有這三種的組合 這樣可以吧 啊電腦就是透過這三種組合在發光的啦 好還有透明度 我們現在先用這行程式碼來給大家一個範例 這個很明顯就是 這四個是不同顏色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哪四種不同顏色 一個是全紅 全紅然後透明後面還有兩碼透明度碼 這兩個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這是完全不透明 FF就是完全不透明 80就是半透明 有點半透明的感覺對不對 全部都是000000 就代表它是黑色 這樣可以齁 好你要怎麼知道 你喜歡顏色是什麼色 我給大家推薦一個網站啊 我蠻常用的 就調色盤 我直接 打調色盤 好這個 這個 我蠻喜歡這個 網站的啦 這個就是 就是你在這裡 就是通常如果你東西想要畫的好看啊 通常都要等距啊什麼的 就是 你的顏色可能要等距 這樣懂我意思吧 就是你看這樣拉的時候 它可能要等距對不對 好這裡是不是就有它的色嗎 這樣懂我意思 啊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試就是 呃就是 反正它有一些 不同的配色組合啦 這樣就會有不同的色卡 那你就可以用你喜歡的顏色 那你了解這件事情之後啊 如果你懶得講色碼 你可以用RGB調色啦 但是我比較喜歡用那個調色盤 那個 那個網站 因為 你可以先直覺的看到這個顏色 到底長什麼樣子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接著 再來我們再來看 如果你要半透明的色碼 你等一下就可以看出密度啦 舉例說你看喔 我現在是 用 000 就黑色然後透明度30 這都很透明喔 所以你看是不是可以看出趨勢了 如果你覺得不夠明顯 那我們就10 是不是又更清楚了 好然後你喜歡剛剛這個顏色 那我們把剛剛這裡換掉 是不是又 有一些很好看的圖 好 好那接著 如果你用Smooth Scatter 這個可以畫出更好看的圖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一個函數的時候就可以 帶給你很多功能 可是這個函數就不好改 對不對 這個函數連你要怎麼改這個色階什麼的 都做不太到 好你還可以幫他加上注釋 但是這個比較難 你看要為他加注釋 你需要多少程式嗎 你才有辦法在旁邊給他一條這個 你這個函數不好改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這個函數我不想去demo它 我想要給大家練習的是這個 就是 如果 你已經 你之前已經感受過Google 到底有多厲害了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可以Google出一個圖片 這張圖看起來很棒對吧 就是 不同顏色是色階這樣上去的 好我給大家看 你可以來這裡 看到人家問個問題 就說 欸這個 呃 我的圖畫成這個樣子 你看這不是我們剛剛畫出來的醜圖嗎 對不對 他說 我看人家可以畫出這種圖啊 我覺得好心動啊 我想要 學習如何畫這個圖 你看他說 我 最近 看到一篇article 在 pns 這是一本期刊啊 上面 他看起來實在是 很好看 對不對 下面就有個人 answer 你直接複製貼上 他都可以畫出來 好至於他怎麼畫的 你可以去試著閱讀他的程式 但是重點來了 這張圖看起來真棒對吧 可是 你想要用到你的data上啊 你的data是用spp預測dbp 所以 你怎麼樣把 這樣的一個 畫圖 改到這上面 我希望你可以做到這件事 這件事真的不難 這件事真的不難 大家可以試一下 好 我先把畫面 時間換給大家 好我跟大家講 這題的答案啊 這個 非常簡單啊 你 直接run完這行程式嘛 按照我們現在的理解 你會看得出來關鍵是最後這一行 對不對 就是 x1跟x2 x1對x2的預測 然後會產生這張圖 對不對 那x1怎麼產生 他x1和x2是在上面啊 我們來看一下x1長什麼樣子 x1就一堆數字嘛 x2也一堆數字嘛 x2也一堆數字嘛 所以 這一行我們看不懂 這一行 我們也看不懂 沒關係 但你就知道 他就是 有x1和x2 後面的語法就會run 對不對 所以你把這邊改掉 改成 data的 dbp data的 svp 好其實這樣子 這樣其實你就已經做完了喔 剩下的都是小修小補 這裡要換什麼 這裡要換什麼 這都小修小補啊 這樣懂我意思 關鍵只有這裡 改掉以後 剩下就剩這裡 這樣你就改完了 所以這樣知道 抄襲別人圖片的好處是什麼了吧 這樣懂我意思嗎 上網google好看的圖片 然後直接把他的程式碼 複製貼上來 然後把他裡面的元素改成自己的東西 就這樣就好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跟大家講啊 這個程式碼抄襲絕對不是問題啊 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人不是用抄的 好不好我自己也都是用抄的 只是會不會再加上5%的創意而已 就這樣子 好 那這個 呃 就是我跟大家今天就簡單介紹一下畫圖怎麼畫啦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 那就是 呃 你大概就是我今天想要給大家 幾個就是幾個input 第一個就是 呃 大家要知道大概知道畫圖是怎麼畫的 好那但是你如果不是很會畫也沒有關係啦 你的 未來你要寫網頁的時候 不會畫圖也可以啊 你只要把資訊呈現就好 只是畫圖會比較漂亮 第二個最重要的要教大家學的就是 如何 看著別人的程式碼範例 你明明就不知道每一個函數是在做什麼的 連參數都不是很確定 你都還是改得了 這就是你要學習的能力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未來你會面 因為未來你 要做的 你要寫程式 你最重要的能力一定是抄襲 這樣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 你必須要會改別人的程式 這是最重要的能力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